这我们得听妈妈怎么说了 就是散爸散妈是吧 对 妈妈也来了 妈妈来了 孩子她也有名 叫什么 散娃 散娃 这葫芦娃是亲戚 这样我们先把妈妈请上来 好吗 来 掌声欢迎妈妈 你是外交官夫人啊 我们想象的 这个外交官夫人的生活 我的天哪 每天都带着礼帽吧 穿得特别漂亮吧 然后参加各种party 南部非洲 骑士大象就是 所以我想象的那个生活 哎呦 我觉得五彩缤纷 是这样吗 其实两位老师说的 都是说到一部分了 其实我当时也是跟 周群老师想的一样 我就想既然已经来了嘛 咱们也做做外交官夫人吧 然后我当时一开始 还是觉得蛮有感觉的 拿着外交官的护照 结果第一周 还是跟我想象的一样 然后之后他们就有 迎接一个什么外宾 然后我们就被叫去厨房 包饺子 打扫房间 然后之后饭都做好了 他们都上去了 我们就在后厨待着 我当时想 我从来也没有在后面坐着过 然后想爸就说 你真不错 从来没抱怨过 我心想是 因为我后来跟他说 从此咱们家 所有的杂物都你包了 因为他之前吧 他出国之前 他是一个跨国IT企业的 销售经理 后来呢 在出国之前 还有机会被提为 这个区域总监 为了我这些等于都放弃 全部都放弃了 是的 因为他把我骗去 他说 就算你站在世界之巅 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伴 又有如何 其实即使那样 我还没有完全被打动 他后来说 你实在不去的话 那我就去索马里 我主动申请去索马里 和伊拉克了 那里都是站会儿纷飞 还你给吓的是吗 对 西降法 你还是爱他 你要不爱他的话 那正好你去了我改嫁 我觉得其实索马付出很多 为了要支持你当外交官 他放弃了国内很好的事业 你怎么回报呢 可能就是在 外交官生活的几年之后嘛 后来他有一个 去英国读MBA的机会 去英国读书 这个时候我就说 OK it's my turn 那就是现在轮到我了 于是我就辞职 然后跟随他到了英国 就是他先辞职 陪着你去了非洲 然后完了你辞职 陪着陪他去了英国 在英国你当了多长时间的后厨 在英国就是一言难尽 因为你等于是一无所有的去了 他之前也是没有受过什么苦 然后去那之后 他就帮去 去麦当劳打工了 或者去那个送邮递了 我当时都觉得 都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开始我还说 你跟我去的是英国 那是发达国家 后来我觉得 我在那里读书 高高在上 他半夜三更还在外面打工 甚至现在炸鸡都炸得特别好 因为毕竟要是要生存 他读书我就要想办法 能够让这个假 他会特别搭 你本来是一个外交官 是的 我的第一份 第一份有偿工作是送报纸 然后我还做过 比如说慈善组织的义工 帮助流乱汉 我还在邮局分过信 我还在中餐馆打工 在炸鸡店打工 被炒过两次 这些我都干过 所以之前经历了这很多